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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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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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像这种潜规则 找人来模拟 然后这种情形的话 算不算违反新闻的法规 那有没有必要他必须要去打就是模拟画面或什么之类的 那你觉得对于潜规则 因为现在很多的媒体记者 电视公司也告诉我 他们无所适从 电视台又要提供画面 因为他不是报纸 可是当他提供这些画面的时候 有时候的确没有画面的时候 他必须提供的时候 他又担心吃上官司会受到处罚 所以恐怕NCC必须讲清楚 对于这些潜规则 有没有法律规范 要怎么罚 那么请你说一下 好 在这边向罗委员报告 这个事情是不是三例在 请演出 请谁演出 这个事情现在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还没有办法确定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的了解 所以你说还没有办法确定 所以你那个老委会那个副主委说 什么S台那个是乱讲的吗 是这样子吗 关注后你说你现在还没有办法 经过几天了解你还没有办法确定 是不是三例自导自演的话 那就表示那个老委会的主委 他是乱讲的 因为他讲说S台 那这么多台新闻台里面 只有三例是S台啊 报告委员 我们其实现在因为都还不知道 所以我们也没有这样 没有办法这样推论 报告 我们现在确实是资料还没有 还没有到我们这边 那刚才那个卢委员非常关心 演出画面的问题 演出画面模拟画面 我想那是不同的事情 还有那个资料记录 过去的那个新闻记录的部分 那我在这边报告就是说 这次大家比较关心的是 演出画面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当然了解 就是说因为其实对于媒体来讲 他们不希望干稿嘛 所以那个画面的重要性 对于电视来讲是非常重要 我们这个我们可以了解 那刚才也报告了说 这是属于灰色地带了 见仁见智 因此有的 有的媒体会认为说 这个是对了解 对观众了解新闻是有帮助的 因为演出 那但是呢 也有媒体认为说 新闻就是要追求真实 所以演出的东西不代表真正发生 所以也有 确实也是持反对的意见的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 那怎么办呢 就是说你对电视台要教育 不能不教而上 你平常就说模模糊糊说各说各话 观众意见分两派 把责任对观众 有的人支持演出画面 有些人认为说 不应该新闻要讲究真实 结果你哪一天忽然发一些这个罚单 给各电视台说 因为你这个演出画面 失去真实要罚他 所以主委 我觉得你们应该要把NCC之所以 成立变成一个部会啊 我那个时代是没有NCC的 是新闻局在管 就是大家期望你们把法规说清楚 弄明白啊 让社会大众有游戏规则可循 所以你短期之内 有关于像这种所谓演出画面 模拟画面等等 是不是他应该在上面打打清楚 这是一个演出画面 模拟画面 或是怎么样的东西 你们那同时把各家电视台 各新闻媒体找来啊 大家 适地到游戏规则 把法规弄清楚 这不是NCC的责任吗 是我跟委员报告哈 这个部分我刚才有提到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演出画面 在全世界都有争议 它是属于灰色地带 所以我们的了解 譬如说像英国来讲 他认为这是一个记者自律的部分 所以英国他们在98年 1998年 你不要跟我讲历史 我时间有限 我从事新闻工作11年 我还都过电视金钟奖 所以不需要你在那边说教 我这样要请教你 所以你今天在认为说 今天这个假求职事件 因为各说各话 而且也不是你们应该要去干预的 所以要不要查你们也还不确定 那如果这样讲的话 换句话说我替3D跟你求这个事情 3D这两天会担心说 有人在讲说他应该要去撤照 严重违反新闻伦理 假新闻应该撤照 所以那如果按照你讲说 这个东西不是那么重要 换句话说也不至于会被撤照 对不对 我向委员报告 这个事情不涉及撤照的问题 不涉及撤照 不涉及撤照的问题 对 是 那我们会去了解 然后我们现在希望接下来的做法 如果确实是伦理层面的问题 因为我们有那个新闻自律公会 委员会 所以我们会把这样的相关事情请他们来 所以你们目前定义它是一个新闻伦理 不是你们要去追查的一个重点 就是要去了解 要去办 要去查办的一个问题 我们报告委员就是说 主要还是因为资料到齐 我们才能研判 那所以目前只是说初步了解是这样 这两天那个财经台 有很多电视台 因为这个 一窝蜂开财经节目 或者是财经台 那造成一窝蜂的一个现象 那这里面也有很多人每天在上面讲指数啦 拉抬某一支啊等等之类的 请问NCC要面对这种现象 你们有什么看法要怎么处理 是 是 那个报告委员哈 财经台这个特别是有一些分析师啦 电视上的分析师讲这个部分 那个这个部分 那个我们这个礼拜五正好要跟金管会开会讨论这个事情 所以有后续的状况会在向委员报告 所以你们也很困扰 所以你们这个礼拜五会跟金管会讨论 是 是 那大概的方向呢 你们为什么会想要找金管会来讨论 因为就你们不知道怎么管理 也很困扰是不是 是 报告委员这个部分 他这里面最重要是涉及一些金管的专业的问题 所以必须要跟金管会来讨论 就是那个到底是讲什么样的一些知识 是不是足以给观众适当的 我建议你们把央行财政部都要找 因为央行也负责很多的金融政策 比如货币政策等等之类 你光找金管会可能是不够的 好不好 谢谢 对不起 那接下来这个次长跟这个副局长 卢伟伟你好 有关于这个大陆观光客到台湾来 是台湾现在很重要的经济命脉 那昨天呢 这个大陆的这个观光局长呢 旅游局长呢 就讲了重话 今天成为某一报头版头条 那讲了什么重话呢 就说没有安全就没有旅游 换句话说 这个意思是讲什么呢 哎 你台湾如果不把安全搞好的话 我可能不会给你这么多的旅游人数了 可能是这样子讲重话 那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刚好看到 我们的观光局长赖色真啊 昨天就在 跟这个少奇伟少局长碰面 人就在北京 我先问一下 这个赖局长这时候为什么去大陆 是不是去道歉的呢 不然他就是为什么不然跑大陆去啊 请我们 请我们副局长说明 赖局长到大陆去是本来就既定的行程 他是去办理这个 小火车翻车以后 之后还之前去 在之前去 之前就去了 之前的一个计划 之前计划 但是是翻车完以后才去 是 那去的 会不会给人家感觉 好像我们是有点去道歉 这样不太妥当吧 没有 这次我们的主题完全是办理这个 这个美食周的一个活动 那两方面发生 这种事情还办美食周 这时候气氛合适吗 然后我们去办美食周 结果人家的局长给我们呛吓 讲重话 没有安全就没有旅游 那我想请问一下次长 那中共 就你们这个赖局长 就在第一现场的话 那中共有没有表示说 因为这个安全的一个影响 所以他们未来对于大陆人 大陆客到台湾来旅游 不管是出团或自由行 会有所限缩和影响 有没有 我觉得我们这个问题呢 应该这样去看 就是说我们这个观光旅游的安全 当然是最重要的 不管是大陆客 国际客 任何的客人到我们台湾呢 我们都应该要 把我们的这个旅游的品质提升 那安全危险的 这个可能性降到最低 所以呢 我们必须承认呢 过去这两年来呢 的确呢 在这个陆客的这个伤亡率 稍微高了一点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想我们有一些要改善的空间 那至于少奇伟有没有讲这句话 那我觉得那不是重点 那这个 那当然是重点呢 怎么不是重点 我觉得不是重点 因为 因为他没有讲这个话呢 我们也应该要知道呢 如果没有安全 的确是没有理由 所以我们应该要把安全做好 那这个是 不过目前你们定义 这个小火车犯车是意外不是吗 是意外 可是我们不应该有太多的意外 这个的确我觉得 我们是有改善的空间 我想这个地方 我们是应该要做 那刚才我讲到大陆客来台湾观光 不管是出团或是自由行 现在有受到线缩吗 没有 那我还是要强调呢 我们当然是非常希望呢 有很多的观光客到台湾来 不只是大陆 还有国际各种观光客 可是我们绝对不能为了经济利益 而忽略了安全上的这些 我很认同 但我是说大陆方面 有没有这样的表示 说他最近要把这些人数抓紧 没有 没有嘛 是不是 那所以赖局长在那边 应该要好好发挥这样的一个效用 就是我们会加强 事实上我们另外 但是希望他们不要在 这个旅游的人数上 有所限制作 不会 事实上那个我们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副局长 这是个既定的行程 事实上我们另外一位次长 最后30秒 那你们这自由行什么时候上路 这个是由那个陆委会在处理的 所以你们也不知道 我们我们 身为交通主管 观光主管的话 你们也不知道 那你们怎么准备呢 好 完全准备好了 只是这个是属于陆委会呢 他在跟对面 那就你了解 6月1号要上路 应该是不可行的 应该是来不及 就是我 应该要由陆委会对外来说明 我们没有这个 这个权限来说明这件事情 所以你不能保证 6月1号会上路 可能会跳票 我没有权限说这件事情 好 谢谢 好 谢谢陆委员 谢谢